接下來我們可能要進行到後三類的改色去介紹 前面兩類我們其實花了比較多的時間篇章在篇幅在介紹 因為它跟我們的所學其實也比較接近 我們上次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到 在後面這三類來說 我們可能會比較像是點到為止的方式稍微介紹一下 讓我們不會知道這些兩色是怎麼樣的作為運作的 但是我們可能會花很多的時間在上面 進行速度會快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想要介紹氣體濃度或酸鹼度 這種帶測物的特性有關係的 我們最主要在這一類的感測器裡面 我們想要介紹它的最基本的這個型態的感測器 叫做Clock Sensor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會把它叫做Clock Type Oxygen Saturation Sensor Oxygen Pressure 主要是用來量色氧氣的分壓是多少 其實它的原理跟我們之前在講電極的時候 的原理是非常接近的 它使用的都是仰抱來源 所以基本上你也是要建立出一個回路 然後上面有包含了陽極跟陰極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其實它的結構非常的簡單 我們可以用這個示意圖來表示 這個示意圖裡面包含哪些部分呢 包含我們的陽極還有陰極 OK 那我們知道氧化還原反應 在陽極上面所進行的是 在陰極上面所進行的是氧化 在陰極上面所進行的是還原的反應 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呢 它們同樣是浸泡在一個 具有良好導電性的電解質液裡面的 所以這個是水狀的 液狀的一個Electrolyte 一個電解質液裡面的 然後呢在這個裡面呢 它們其實就是使用電極所產生的氧化還原反應 產生出一個電流 然後去偵測出溶液裡面的含氧量有多少 那要怎麼偵測溶液的含氧量呢 這個是電極本身 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個叫做 Oxygen permeable membrane 它是一個半透膜 半通透膜 它這個通透膜是可以讓氧氣自由通透的 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透回去 但是氧氣OK 我們就把它叫做Oxygen permeable membrane 所以呢 只要把這個電極浸泡到 你想要量測溶液裡面的話 量測溶液裡面的話呢 代測溶液裡面的氧氣呢 就會透過這一層半透膜 跑到這個電極裡頭 OK 跑到電極裡頭以後呢 它就會產生氧化還原反應 製造出電流 你就可以量測出電流 並藉由電流多化去推測氧性的濃度是多少 到目前為止我講的非常大概 細節上面呢 我們可以稍微來看一下 我們之前講過氧化反應反應 所以這不是各位第一次看到的 或許會有一點點熟悉 我們先來看一下氧氣的部分 氧氣在我們的右手側這個地方 那我們使用呢 就是我們之前所提到的那個 AGR、ABCL這樣的一個電極 它可以有很好的穩定性 然後它的這個 它不太高 OK 那如果在這個地方進行了氧化的反應的話呢 OK 它就會開始丟掉 丟掉電子 OK 從金屬的這個元素的銀呢 變成是離子狀態銀 那離子狀態銀呢 又會跟這個 流離的這些 濾離子呢 形成那個 濾化銀的這種膠狀結構 然後沉澱在那個電器上面這樣子 那總之呢 這個地方呢 就會產生電 它會吸引我們的護理子 然後產生這個 這個 自由電子 往這個地方流過去 OK 那在因極的部分 Castle的地方呢 它執行的是還原反應 也就是它要抓自由電子 那它抓自由電子怎麼抓呢 它其實是需要搭配我們的氧氣 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它做的事情呢 是一個氧氣加上兩個水 OK 那再加上我們的電子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是氫氧根 那這個氫氧根 就可以融在我們的水溶液裡面了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以這個結構來講的話呢 今天只要有氧氣跑進來的時候 這邊氧氣跑進來的時候 這邊就會開始進行還原反應 這邊呢 就會開始進行氧化反應 所以呢 你的電子會怎麼跑 電子就會從anode這個地方 跑出來 然後這個地方流過去 這是電子的方向 反之電流方向 正電嘛 跟電子交往反方向 所以它是由Castle這個地方 流到 往回流 然後這個地方是流入我們的anode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問題來了 今天我想要量測的是氧氣的分壓嘛 對不對 那 氧氣分壓改變的時候 會對我們的電流造成什麼樣子的影響 我們剛剛在介紹今天的這個氧氣怎麼樣子產生電流嘛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氧氣的分壓增高的時候 代表什麼 從這個半通透膜底下跑進來的 從這個通透膜底下跑進來的氧氨子變多了 當這個electrolyte裡面的氧變多的時候 氧氣變多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化學方程式裡面 氧氣變多了代表這個地方會增加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的電流會變大還是變小 有沒有同學想要試著回答一下 很好啊 其實就是電流增加而已嘛 為什麼 因為氧氣這邊濃度變大的時候 它會驅使這個化學反應往右跑嘛 對不對 換句話說 它其實在這個地方會需要更多的電子 這個地方呢 為了要平衡的關係 這邊也會產生更多的電子 換句話說 在這個回路裡面會有更多的自由電子在流動 也就是電流會上升 那這個上升的比例大致上 會跟我們的氧氣分壓會成正比 OK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電流的大小 回推氧氣的分壓到底有多大 OK 所以這個就是clock sensor OK 很簡單 然後也常被在那個化學的這個電子上面 被應用到 不過 我們在這個回路上面 其實還有幾個東西沒有講到 這邊稍微提一下 我們剛剛有講到下面的部分 上面還有這幾個部分 其中包含這個AE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 那個安培劑嘛 對不對 量電流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 是要依靠著電流多寡 來去偵測 現在氧氣分壓 所以有個安培劑其實很合理 那這邊也有一個BIOS VORTAGE OK 這是什麼呢 它其實在一般的這個clock sensor裡面 我們都會加上一個這個 External Applied VORTAGE 就是額外加上一個直流電壓 這個電壓不用太強 大概是在0.6到0.7伏特左右 OK 它的用途是什麼呢 它的用途其實是為了要抵抗 在這個回路裡面所產生的阻抗 OK 使得我們今天的氧氣分壓 和製造出來的電流 可以落在線性的區域 就是它們可以有線性的關係式 OK 因為呢 如果在沒有這個阻抗的時候 沒有這個分壓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的氧氣和氧氣之間 其實 中間還有這些電解質液嘛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些Health Cell Potential 它其實都是一些主抗的來源 OK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它的電流的大小 跟我們氧氣的濃度 沒有一個很好的正向的關係 應該說線性的關係 因此呢 我們會加上一個額外的電壓 來抵抗 抵消這些主抗的因素 OK 所以這個是以身高 這個BiOS40存在的一個理由 OK 所以在這個外加的電位差 加上去以後呢 我們今天的電壓 應該說電流和氧氣分壓 就可以有比較好的一個正向關係 好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剛剛的這個介紹的 Crop Sensor 它其實在使用的方式上面 是有一些些限制的 也就是說 我必須要把這一整個東西 這整個Sensor呢 浸泡在代側容力裡面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我對於血液裡面的氧氣分壓 有興趣的話 那我必須要把它泡在血裡面 血液裡面 浸泡在血液裡面 這個時候 血液裡面的氧氣才會跑出來 對不對 才會透過這個東透膜 跑到我們的Sensor裡面去 那如果要做到這一點的話 你的選擇大概有兩種 第一個把它做得很小 然後塞到血管裡面去 不過這聽起來其實就蠻困難的 OK 第二種方式呢 比較常見的方式 就是把你的血液抽出來 然後呢 馬上把這個Sensor 拋進去以後呢 你就可以知道 當時的氧氣分壓是多少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到 in vivo的量測 沒有辦法即時知道說 在這個地方 它的氧氣分壓到底是多少 OK 那再者是 它也限制你臨床上的應用 因為 除非不得已 除非你這個資訊非常極度的重要 不然我們很少會採取 侵入的方式去做量測 方向抽血 沒有必要做什麼要抽那關血 OK 所以這個其實在現在來講的話 我們越來越重視 那個病人的權利的狀況之下 你要做這些 呃 代價太高的治療行為 或是診斷行為 其實都會被charge OK 我們就會想說 那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替代呢 有的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 這個氧氣分壓的感測器 它就是用在皮膚表面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面這個是 transcutaneous 它所代表的就是體表的意思 我們可不可以在體表的地方 直接進行氧氣分壓的量測 OK 所以看一下 這是我們電極的剖面圖 其實它可以做到很小 大概就是 一個 一公分 或甚至一公分以下 這樣子的齊徑 OK 它裡面是什麼結構呢 其實它的構造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Clock sensor 幾乎是一樣的 一樣是利用氧化還原的反應 OK 所以一樣會有氧疾 一樣會有氧疾 所以各位看一下呢 來 中間的這一根呢 其實就是它的氧疾 Castle 在這個地方呢 Castle本身 這個導體本身 它並不會牽涉到氧化還原反應 所以 一般來說我們採用的都是 那些貴重的金屬 OK 那這些貴重的金屬 像 在這個地方的歷史語言是白金 它的活性非常非常低 所以不容易自己產生反應 OK 也可以維持它的一個 那個穩定性 所以在這個地方 是我們的採用 來當成是那個氧疾的材料 氧疾的部分呢 就是用銀的方式 銀的那個材質 OK 那有時候我們會在銀的表面 再塗上一層氯化銀 來增加它的一個導電程度 這樣子 那總之呢 其實它現在只是把它的電極的配置 全部都是用固體為主的方式而已 那旁邊呢 當然你先要放在我們的 那個 體表上面嘛 對不對 所以它下面的這邊 會有一層很薄的薄膜 OK 一樣是氧氣的通透膜 能夠讓氧氣通過這一層材質 然後直接接觸到我們的氧疾和陰疾 此外呢 旁邊還有一些固定的裝置 能夠讓你在體表上面做固定的功能 然後量測那個地方的一個氧氣分壓 好所以呢 由此一來呢 我們就把這些電位全部接出去 剩下的就差不多了 一樣外面匯合鋼陪自己來量測你現在的電流 然後反推出 在這個地方的氧氣分壓有多少 OK 所以它量測的是哪裡的氧氣分壓 如果你把這樣子的一個sensor 放在你的皮膚表面的時候 你量測是哪裡的氧氣分壓 很明顯的應該是你皮膚表面的氧氣分壓 OK 那你對皮膚表面的氧氣分壓會有興趣嗎 好像興趣通常不是那麼的高 OK 請注意一下我們的皮膚並不是完全封起來的 其實我們是有一些毛細孔的 這些毛細孔其實會透到 跟我們的那個整體裡面的這些組織 是有直接相連結的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從這個地方 會進行一些氣體的交換 只是那個量很少 OK 那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氧氣分壓 其實大致上就等於那個 大氣裡面的氧氣分壓 其實對我們來講 沒有多大的幫助 可是為什麼我們說這個方式 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 身體內部的氧氣分壓呢 其實重點在於一個我們剛剛還沒有講到的地方 我用紅色的這個框框圈起來的 我們把它叫做heater coil OK 這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它就是線圈 它是加熱線圈 電流通過去的時候 因為電池比較高 所以它會產生熱能 進而發生 產生那個加熱的效果 為什麼要加熱呢 當你的這個sensor 在皮膚上面進行加熱的時候 你的這個局部的皮膚位置溫度會上升 那我們人體很特別就是 它發現某些地方的溫度上升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恆溫動物 所以它必須要保持溫度的恆定 這時候它會啟動一些功能 製造出比較多的散熱 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讓你的微血管的網絡 做dilation 擴張 它會擴張你的這些 微血管的網絡 或是小動態的網絡 為什麼可以這樣會有助於散熱呢 因為這樣可以幫助 有更多的氣體 蒸發 帶走這些熱量 OK 那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散熱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的 它會讓你皮膚底下這些血管 dilation 就是擴張 所以擴張的效果也製造出 在血液裡面的氧氣 更容易溢出到我們的表面來 皮膚表面來 那根據過去的研究數據顯示呢 當我們在這個地方 把我們皮膚表面的溫度 加熱到大概是40度頭的時候 42、43度左右的時候 在皮表這個部分 所量測到的氧氣分壓 大約會等於 皮膚底下的動脈血的氧氣分壓 OK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information 那這個溫度呢 剛好還蠻適合我們的 就是你會覺得有一點點熱 但是又不會覺得燙 OK 更不要說你身體的組成 不會有什麼樣子的傷害 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你就可以量測到 皮膚底下這些動脈血裡面的氧氣分壓是多少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設計的一個原因 所以相對於剛剛那個最基本的clock type 其實全部的結構都蠻像的 它最主要的差別就在於 它有一個加熱的裝置 OK 那這個加熱的裝置就是要讓你的 微血管能夠擴張 然後讓更多的氧氣散溢出來 散溢到皮膚的表面 好到這邊可以嗎 這個同學問的很好 為什麼我們想要知道血氧的分壓 因為我們知道 循環系統裡面的話 它的最重要的功能 它其實就是把氧氣傳遞到身體的組織 OK 那一般來說的話呢 當你的血液從左心室出發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動脈血的時候 它的氧氣分壓大概會是接近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你裡面所保含有的這些血氧 血紅素 紅血球上面的血紅素 基本上它們都是攜帶氧氣出去的 這樣繞完一圈以後呢 這樣它才能夠充分的把這些氧氣 給需要的組織 維持正常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說你今天出去的時候 氧氣分壓就已經不夠的話呢 它可能會造成一些後續的一些 生理的一些改變 也就是說你今天氧氣供應不夠了 所以你身體會做一些措施來 反應這樣子的行為 包含你的呼吸可能會更奇促 等等的 那這個東西有可能是因為 你在背部的氣體交換不足所造成的 或者是你的心臟的一些 這個結構不健全所造成的 那我們就需要更進一步的診斷 才能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所以Anyway 結論就是說 其實在動脈裡面的氧氣分壓 其實有助於讓我們知道 你今天的循環系統 是不是在一個穩定而正確的狀態 那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會去找原因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再去尋找其他 是怎麼樣子的原因 造成可能患者的不適 OK 那此外其實在手術的監控的時候 也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可能要隨時知道 這個人的生理狀態是怎麼樣子的 OK 所以這個一般來講 血氧的監控也會實施在我們手術進行的時候 或是加入病房的時候 這其實都是會全天候的這樣子去檢測 還有沒有寫下問題 好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介紹一些用生物的方式 我們剛剛基本上都是氧化還原的反應 用物理的 這個化學的反應的方式 來去量測我們想要量的這些東西 那接下來這個category裡面呢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我們可能會用到一些微生物 或者是生物的方式 幫助我們去偵測特定的化學物濃度 OK 所以最大的差別其實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在transducer的結構裡面 可能會用到一些生化所組成的一些 那個偵測的感測器或者是偵測器這樣子 那一樣我們很快的來做一個簡介 做一個example的一個介紹 像譬如說這一個其實跟剛剛你看到的那個cloft electro 其實非常非常的像對不對 這邊的結構biose voltage ampermeter 還有ammer cathode 完全一模一樣 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差別在這個電極 或是說這個感測器 它其實最主要想要量測的不是氧氣 而是葡萄糖濃度 Glucose就是葡萄糖 它其實是在量測代測物裡面或代測溶液裡面 譬如說血液裡面的葡萄糖濃度 它量測的方法怎麼量呢 它其實是搭配上葡萄糖的一些氧化效素來去做量測的 請注意一下 他們有跟剛剛的cloft sensor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這個地方 除了原本就有的astron permine membrane以外 就是兩配通透的這些通透膜之外 還有另外一層特別的東西叫做 Glucose Acid Dice Glucose Acid Dice 它其實是葡萄糖的氧化效素 也就是說呢 當它接觸到葡萄糖的時候呢 它就會執行上面這個氧化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它會消耗葡萄糖和氧氣 然後轉變成代謝物的一個狀態 葡萄糖酸類似的結構的代謝物的狀態 OK 然後不讓葡萄糖從這個地方往上散透過去 好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要怎麼樣去量測到它的濃度呢 其實呢它量測的我們剛剛說它其實主要量測是葡萄糖濃度嘛對不對 但它怎麼量測是葡萄糖濃度呢 它靠的其實是氧氣濃度的量測 來去反推出葡萄糖的濃度到底有多少 為什麼呢 別忘記了我們這邊下面它除了葡萄糖以外 我們在這個溶氣裡面也加上了已知濃度的這個氧氣 OK 所以呢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式是我們會加上一個已知濃度 而且很高含量的氧氣 使得我們今天的Glucose跟Oxygen在通過這個通透膜的時候呢 所有的葡萄糖都會被氧化 那葡萄糖氧化以後 我發現它就消耗掉氧氣嘛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進到這個sensor裡面的氧氣分壓會降低 OK 所以我們再去量測這個被氧化過後的氧氣分壓是多少 我們就知道原本的葡萄糖的含量大概有多少 簡單來說 如果今天葡萄糖含量越高的時候 你消耗掉的氧氣是不是就越多 消耗掉氧氣越多 進來的氧氣分壓就會比較少 所以這個時候你量測到的電流就會比較小 反之如果葡萄糖濃度比較低的時候消耗掉氧氣少 滲入的氧氣分壓高 所以這個時候所量測到的電流就會比較高 總之它們會有一個關係式 我們利用就是這個關係式來量測到葡萄糖的濃度 那所以在這個結構裡面除了原本的氧化環境反應裡面 我們很重要的利用了一個什麼呢 用這個葡萄糖酵素的功能 因為它必須要來催化這個反應 不然如果沒有這個葡萄糖酵素的話 這個反應還是會進行 但是只是進行的不是那麼的完全 那如果沒有辦法完全進行的話 沒有辦法消耗掉所有的葡萄糖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這個方式來回推它的含量到底有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叫成是一個生物的感測器 讓它應用到某些生物的方式 再來除了剛剛的氧化酵素以外 我們可以真的拿一些微生物來幫助我們做某些特定代謝物的濃度量測 在這個例子裡面我們想要量測的其實是二氧化氮的濃度 那我們知道二氧化氮來說的話 有些細菌專門會想要吃二氧化氮 或是它會去抓二氧化氮 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固氮的一些細菌 immobilize bacteria 這些是一些固定的在這個結構裡把它送到這邊來 有一個足夠濃度的微生物在上面 一些細菌在上面 這些是我們所謂的固氮細菌 它會專門去抓這些二氧化氮和氧氣 把他們的二氧化氮轉換成NO3 那如果這個NO3在這個環境裡面 很有可能會在進一步的變化層酵酸等等的 OK 總之它就是會把這個地方給抓下來就是了 所以這個反應其實 雖然圖跟剛剛不太一樣 但是它其實運作原理還蠻類似的 差別只是剛剛的氧化酵素 葛飾糖的那個氧化酵素的功能 由這個細菌所取代的 所以一樣的我們帶測物從這個地方通路 OK 可能這個地方 因為二氧化氮它是氣體 所以它會伴隨著 已知分壓的氧氣一起通路 然後呢 這些氣體在通過這一區的時候 所有的二氧化氮都會被 Bacteria這些細菌給吃下來 OK 所以呢 如果當你二氧化氮濃度越高的時候 通過的氧氣分壓會越少 然後你最後再由這個氧氣的變形去量出 它的濃度多寶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一樣的如果濃度越低的時候 二氧化氮濃度越低的時候 通過氧氣分壓越高 你量測出來的電流就會越強 OK 後面是類似的東西 好 那其實這個東西的應用非常廣泛 可以普遍的就是 只要你有應用到類似的一個原理 都可以去量測不一樣的化行物 譬如說以最近 最近幾年來 我們會發現過敏的人 其實是越來越多 過敏的孩童其實是越來越多 因為在空隙中的過敏炎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其實已經是在 我們的幼童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病症了 所以每到春天一來的時候 或者是那個季節交替的時候呢 過敏的現象會特別嚴重 過敏的現象反應發生的時候 我們體內的這些過敏的抗體 抗原數目會增加 各位會主會聽過抗原跟抗體這兩個名詞 他們兩個角色是不一樣的 以抗原來說的話 它其實是會導致過敏 或是導致我們身體反抗的這些主體 所以有些可能是 細菌有些可能是病毒等等 抗原的存在其實是我們不想要看到的 我們的身體會產生一些抗體 專門去把這些抗原抓下來 抗體其實是我們希望它存在的東西 像在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其實是我們系上的 黃佑老師跟王朝鑫老師 他們實驗室的一個研究成果 因為前幾年剛好他們有邀請我 去當他們的一些投資委員 所以剛好看到這個研究成果 我們就把它DEMO出來給各位認識一下 所以其實我們系上也是有老師 在專門做這個聲音感測器的部分 那這一個其實是一個 微鏡電製程的一個晶片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上面其實都是一些 半導體的一些製程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這個地方 會結合出這種 放射狀嗎? 這個東西的抗體 各位可以看到Antibody Antibody是抗體的意思 那IgE呢 這個地方它代表的是我們這些 過敏現象的這些過敏原的抗體 這是過敏原的意思 所以它其實特別的地方 是在這個平板的地方 它會Binding上去很多的抗體 OK 那它怎麼樣子 它這個 這個 這個 Nex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來去量測 代測的 那個溶液裡面 就是血液裡面 它的抗體的濃度有多少 它的做法是什麼呢? 它就把它泡進去之後呢 如果今天在這個溶液裡面有抗體的存在的話 Antigen的話是抗原 有抗原的存在的時候呢 這些抗體就會跟抗原結合在一起 OK 它就會負載到這些 這個 這個 這個平行板上面去 那如果說今天濃度不多 或者是濃度很少 甚至沒有的狀況之下 它就不會跟這些抗原做結合 因為沒有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會有什麼樣子的不同呢 原來是因為 這是 這個是一個 Flexible Thread OK 所以它會有一些震盪的效應 OK 那我們發現 如果今天 我們跟抗體做 抗原做結合的時候呢 因為上面的結構改變了 所以它的 震盪的 那個 頻率可能會有一點點 受到影響 OK 沒有結合的時候 震盪的頻率 主要的頻率是比較高的 有結合上去 你可以想像成好像負載比較重 所以它的震盪頻率會 開始有點改變 會降低 那 這邊 右上角的這個關係圖 表示了就是 在沒有負載的狀況之下 這個平行板 它的共振頻率大概是怎麼樣子的 你會發現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中央頻率 代表最好的一個共振程度 那當它有負載的時候 這個共振中央頻率開始會位移 然後這個頻率的位移呢 會跟我們的 Antigen OK Ig Antigen的濃度呢 會有這樣子的線性關係 所以換句話說 我今天只要去偵測它的 中央共振頻率的話 我就可以回推出 今天我們的這個 抗原的這個濃度 到底是多少 所以它可以用比較快的方式 馬上就可以做檢測 而且呢 這個整個 Device可以藉由這 微氣電視程做得非常的小 旁邊這邊有人放著 是一個 兩cent的美元 OK 它的銅板 大致上來講 大概比我們的一塊錢 還要再小一點點 Roughly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整個量測的這個元件 包含的外面這個接線來講 大概跟我們的一塊錢 到五塊錢的硬幣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的體積其實還蠻小 用這樣子的方式 就可以量測到你的這個 免疫的這個球蛋排 它的固是多小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應用 當然我今天講的是比較快一點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可以去找他們實驗室的這個成員 來談談也可以 好 最後一個我們要講到光化學的部分 光深化的部分 跟剛剛不太一樣 就是只要你有應用到光學的這個基礎知識 來進行量測的話 我們都可以把它回到這一類來 我們在這一類裡面一樣 我們只會舉一個例子 其實以光學的應用來講的話 應用到身體訊號量測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 也就是我們會運用紅外光來量測血氧的濃度 跟剛剛一樣是血氧濃度 只是量測的方法不一樣 我們是用光學的方式來量測 那使用的這些光呢 主要是紅光 或者是紅外光 這個地方呢 會有一些LED 各位知道 它會通電流以後 它會產生這個 適當電流之後 它會產生光 它的平帶會落在紅光 跟紅外光的部分 為什麼要使用這兩個 不用其他的呢 因為人體的組織對於這兩種光的頻譜來說的話 就是位在這個頻譜的光來說的話 它的穿透性比較好 比較容易過得去 其他的話呢 包含像可見光或紫外光 它的穿透距離都非常的小 那絕大部分的這些可見光呢 它其實在皮下1mm左右 大概就已經全部decay光了 也就是說它沒有辦法透過去 這個現象其實很明顯嘛 因為請問一下 你可以看到你手指頭裡面的骨頭嗎 看不到啊對不對 你看到都是皮膚嗎 你看不到手指底下的這些血管或什麼嗎 只有勉強在光線超級強的狀況之下 你可能可以好像有一點點透光的感覺而已 對不對 這其實就是解釋了這個現象 為什麼你看不到裡面呢 因為光線透不過去 就算透過去了 它也沒有辦法反射 那既然沒有光線反射 這個物體對你來講 就是不透明的 OK 你看到的是反射在表面 而不是在裡面 OK 那只有在你使用紅外光 或者是紅光這個頻段的時候 它的穿透性會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請注意一下 也真的只有好一點點而已 OK 但是我們會利用這個東西 來去做一些量測 那最主要應用是去量測血氧的濃度 為什麼這跟血氧濃度又有關係呢 我們稍微簡單的講一下 細節的部分的話 在期中考之後 我們有一個單元專門要講循環系統的 一些身體參數量測 在那個地方我們會說多一點 不過我們今天就很簡單來講一下 我們知道我們的血液會攜帶氧氣的話 的地方主要是紅血球 血液裡面有血降和血球 血球裡面又有紅血球 白血球和血球板 我們最主要攜帶的是紅血球 能夠攜帶氧氣的部分是紅血球裡面的血紅素 血紅素的話我們把它叫做Hemoglobin 這個是血紅素 我們根據有沒有攜帶氧氣的狀態呢 血紅素又可以分成兩類 一個是有抓住氧氣的 一個是沒有抓住氧氣的 氧氣被用走了它就沒得抓了 所以分成兩類的話 一類叫做Oxy-Hemoglobin 另外一類叫做Deoxy-Hemoglobin 上面這個是 暗氧血紅素或是帶氧血紅素 下面這個是去氧血紅素 我們之前常常在講的是 氧氣的飽和率 Oxy-Hemoglobin 定義就是 含氧血紅素 佔所有血紅素的比例是多少 通常是用百分比來呈現 我剛剛有提到一個數字說 我們的血液在離開左心室的時候 就是動脈血的地方 我們的含氧比例通常是百分之百 或者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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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30,有其他答案嗎? 我們選幾個數字好了 30、50、70、90 覺得30的請舉手 不是很多,覺得50的請舉手 稍微多一點點,覺得70的請舉手 90勒? 還是有人? 答案大概是6、70 Rocky大概是6、70 其實這個數字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血液流一圈以後 氧氣不會全部消耗掉 所以你在閉氣的狀況之下 沒有立即的氧氣供應底下 其實你還是可以撐一下 因為你不會馬上把氧氣全部用完 好,再回來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知道裡面有含氧血溶素和去氧血溶素 為什麼我們可以用光學的方式量測 原因是因為我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們的紅光或是紅外光 它在通過不同狀態的血溶素 也就是海洋血溶素跟去氧血溶素的時候 它的衰減係數是不一樣的 被吸收的狀況、被吸收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簡單來說,今天我的含氧比例不同的時候 電磁波打進去或是這個紅外光打過去 它的衰減係數會產生改變 它們會有一個關係式來影響 它們會有一個關係式來影響 知道通過海洋血溶素的衰減率 以及去氧血溶素的衰減率 我就可以大概偵測出 你的海洋血溶素的比例是多少 可是因為我想要知道的 其實是有兩個未知數 對不對 所以通常來說 我們訊號源也會有兩個 我們會改變不同的頻率去偵測 因為我不需要知道兩個衰減 我才能夠解出兩個Variable 所以在這種 device 至少會有兩種不同的LED 你就是利用不同的頻率 它的衰減係數來去回推 這兩者各戰的比例有多少 最常見的設備 我們就會看到它做成像一個手指套的形狀 它會套在你的手指上面 然後即時的去量測 有的時候它會套在耳垂的部分 也是有的 所以它就可以去量測到 你現在動脈裡面的血液 它的氧氣大概是怎樣 所以這個其實在現在的臨床裡面 使用的程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的課程大概 在SENSOR部分的介紹 大概到這邊會告一個段落 其實講了那麼多種 我個人自己在講SENSOR的時候 其實是覺得我們的東西 是真的很多 很難講的 很難整理 所以我相信都會 如果我在準備的時候 這樣覺得的話 你在念的時候應該是這樣覺得才對 的確沒有錯 因為感色器 它其實只是一個改稱 只要你能夠用一些能量轉換的方式 來量測 想要量測到的霧一樣 我們都可以把它叫做感色器 所以感色器本身是很多種不同的 原線所涵蓋的一個範圍 就算我們把這個領域縮短到 縮小到聲音感色的部分 其實它變化性還是很高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請各位 可能要多花點時間來了解不同的原理